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参加省两会的在下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热议省政府工作报告 我是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租赁房试点方案获批 2017年第一批保障性租赁房选房下周三举行 厦门机场口岸截获大量带土花卉菊珠为近年来品种最多 今天是2018年的1月26号星期五农历12月初十 我们来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福州隆重开幕 上午八点四十分肩负着全市人民的重托 厦门代表团来到福建会堂依法履行神圣职责 九点整大会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于伟国 宣布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 代省长唐登杰代表省政府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回顾了我省过去五年的工作 五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省各级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的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全省生产总值从接近2万亿元到突破3万亿元 2016年首次进入全国前十 人均生产总值从5.3万元增加到8.2万元 2016年上升至全国第六位 去年 机智活 产业优 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建设也取得新成效 据初步统计 2017年全省生产总值32,298.2亿元增长8.1%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4603.8亿元增长7.2%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3%和8.9% 唐登杰指出 做好今后五年政府工作 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践行习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指示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推动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发展 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全省生产总值增长8.5%左右 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增长7.3%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增长8%和8.5% 报告提出 要着力创新发展 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要着力协调发展 不断增强城乡区域均衡性 要着力绿色发展 不断巩固发展永续优势 要着力开放发展 不断拓展合作共赢新空间 要着力共享发展 不断提升社会和谐程度 此外 报告中还十多次提到厦门 例如 在创新发展方面 要加快建设新型显示高端集成电路等重大项目 培育壮大生物与新医药 新材料等新型产业 大幅提升现代服务业 支持厦门创建中国软件名城 同时 支持福夏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市 推进产业创新资金政策四链融合 在协调发展方面 要加快构建夏张全都市区 加强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优化中心城市空间布局 促进产城融合 拓展承载空间 增强辐射带动和综合服务能力 在开放发展方面 要用好酒吧投下会等平台 扩大经贸交流 探索在海思沿线重要节点国家和地区 设立经贸联络处 加强港区航线和联运通道建设 推动海思与路思对接 要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 对标国际先进规则 持续推出创新举措 加快推动厦门航空维修基地等重点平台 做大做强 要深化敏台经贸合作 民间基层交流交往 办好海峡论坛等重大活动 推进厦门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 打造夏金融合发展示范区 在共享发展方面 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 多渠道保障 足够并举的住房制度 增加公租房食物供应 加快推出共有产权住房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新时代更有新作为 在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相信厦门将继续勇力 改革开放的潮头 努力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式 为实现机智活 产业优 百幸福 生态美的新福建 贡献更大力量 发展成就令人振奋 展望未来 充满静心 在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代省长唐登杰所做的 政府工作报告 引起了参加省两会的 在下省人大代表 省政协委员的共鸣 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创新协调发展 增强民生保障等 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这五年来 我们的福建省的发展 确实让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 既受到鼓舞 又很有收获感 当然 我们在新的发展方略方面 我们也看到了 很实在的举措 我们在利用酒吧平台 利用好海苏的支点城市 以及对金专会晤的效应的应用 都有非常明确的表达 这些让我们在厦门 也更有干劲 也更有着力点 也更有期待 我觉得这个我们整个福建 在抓好生态环境 和农村特色农业的这一块 我觉得越来抓得越好 那比如说我们整体在 整个产业融合在一二三产 这个体系上 我认为在整个省里面 做了很大的功夫 来推动了整个 我们农村的振兴商业 我是一个来自 医疗卫生系统基层的一个代表 对民生保障之外 很有信心 报告中提到今后五年 或者2018年的工作的时候 提到了一些亮点 我觉得补民生短板方面 确实在我们的今年的工作中 可能做一个重点的内容 不断地在强调 要按照习总书记讲的 就是要把福建建设 成为一个机制活 结构优 百姓富 生态美 那么特别强调改革 方面的一些工作 所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所以我觉得福建在改革开放方面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 本台记者福州报道 今天上午 市委召开2017年度市职单位 党组 党委 党公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工作 数职评议会 会上市人社局 市规划委 市国土房产局 等八家单位党组书记 分别做了口头数职 党的组织关系 隶属市委市职机关工委管理的 其他78家市职机关工委 和省部署 驻下单位党组 党委党公委书记 做了书面数职 听取八家单位数职后 市委副书记陈秋雄 逐一进行了点评 他强调市职机关单位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进一步加强机关党的建设 为全市发展大局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要突出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办好党建工作联系点 加强基层组织带头人建设 要压实工作责任 推动各级党组织和负责人 屡职尽责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 市委常委 市职机关党工委书记 黄文辉主持会议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 欢迎回来 记者从国土资源部网站了解到 厦门等11个城市 利用集体建设用地 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实施方案 近日获得了国土资源部批准实施 下面请倩倩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根据实施方案 我是将在今年10月前 制定相关配套实施文件 争取有具体项目开工建设 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果 2020年底前 全面完成试点工作 根据实施方案 我是将在重点产业聚集区和工能区 岛外新城及其他租赁住房需求强烈的区域 分批开展试点 集体经济组织可自愿选择利用农村集体预留发展用地指标 建设集体租赁住房 原则上 由各区在试点范围内比较成熟的片区 选择若干试点项目 在试点内容方面 实施方案明确 在征收农村集体用地时 将按照人均15平方米用地的标准 留给被征地的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 用于非农产业经营性项目开发商品房除外 利用农村集体预留发展用地指标建设集体租赁住房的 不再征收为国有土地 按使用集体土地方式供地 实施方案要求 集体租赁住房项目 仅能由集体经济组织与市区属国有企业合作开发建设 项目开工建设前 项目合作公司应拟定项目建设和运营管理方案 并按规定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 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同意后 报项目所在地区政府备案 项目建成后 由项目合作公司运营管理 集体租赁住房户型以小户型为主 最大户型建筑面积应不超过90平方米 此外实施方案还规定 集体租赁住房项目禁止转让 分割销售或以租代售等 将纳入全市租赁住房盘子统一监管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事住房保障管理中心了解到 我是2017年第一批保障性租赁房选房 将于31号也就是下周三举行 将安排1310户申请家庭参加选房 本周六和周日相关单位将安排申请户现场看房 据了解 本批保障性租赁房是去年2月底完成申请的 经审合并公式 有1310户申请家庭符合分配条件 根据安排 这1310户申请家庭 可前往户籍所在地街道办 领取选房通知书和选房手册 参加定于本月31号举行的选房活动 选房地点安排在厦门安居集团一楼大厅内测 本次提供选房的房源共1355套 其中一房型437套 两房型918套 分别位于岛外各保障房项目 大部分为7房 只有205套为现房 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周六周日两天 将安排申请户到现房所在的房源点 进行现场看房 包括阳塘居住区 然后城北小区滨海公寓 东方新城17跟27的AD块 在内的现房部分都会开放这些房源 来供申请户现场看房 那区域的7房考虑到现场能使工地的因素 存在不安全的隐患 然后再不安排办理看房 据了解 本次选房从下周三起 将持续到2月9号结束 其后 选中本次现房的申请家庭 将安排在春节过后的2月27号 办理交房入住手续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同安区了解到 春节前 同安首家工建民营养老机构 莲花恩惠养老院将投入市运营 莲花恩惠养老院 坐落在同安区莲花镇云阳村 锦林古叉 铜博岩寺 建筑风格富有闽南风情 据了解 这家养老院是在原同安区社会福利中心的基础上 进行了功能规划和提升改造 现在各项工作已接近尾声 目前在进行整个地板砖的一个铺设 铺设完了以后 我们在春节前我们会作为逐步夹击的一个路场 据介绍 恩惠养老院占地面积16614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18826平方米 院区内10栋米南特色的主体建筑 被划分成营养区和护理区 设立床位300个 配件健身房 棋牌室 书画室 理疗室 茶室等 将由资深医生和专业的营养师 为入住的长者提供营养结合的差异化养老服务 春节前就能投入市运营 这也是同安第一家工建民营的养老机构 这些政策也有相关的一个文件 让我们也接受四七民政局的一个督导和管理 记者从同安区民政部门了解到 同安区的养老体系建设 已形成了政府投入和社会资本参与 两条腿走路的发展路径 接下来 同安区还将继续加大养老事业投入 力争到2020年 全面建成覆盖8个镇街的社区老人照料中心 55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81个农村幸福院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上位了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强带队调研 环东海域新城建设 环东海域浪漫线一期 全长7.9公里 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 计划今年三月底前 完成除两个大型停车场之外的所有工程 国庆节前全面完成 此外 环东海域浪漫线二期项目也将于今年年底建成 项目建设完成后 将与滨海旅游浪漫线一期串联起来 总长达到18.3公里 成为环绕同安湾的一条靓丽风景线 在滨海旅游浪漫线一侧 厦门特房波通曼酒店也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据了解 酒店规划建设700多间客房 近700个车位的停车场 目前 酒店主楼正在进行外墙木墙的钢架安装 客房的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也同步展开 黄强一行实地检查了滨海旅游浪漫线 美丰生态公园 丙州现代服务业基地 波通曼酒店 中船重工725所等工程进展 现场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问题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厦门市法学会召开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 会议选举产生了厦门市法学会第七届领导机构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李伟华当选为会长 李伟华表示 19大对全面推荐依法治国做了部署 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程 市法学会和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 在法治厦门平安厦门建设新起点上 展现更大作为 据介绍 厦门市法学会 是我是法治建设平安建设的思想库智囊团 厦门市法学会推动成立了50多人的普法讲师团 组建150多人的普法师资库 和1万多人的普法工作志愿者队伍 今年 厦门市法学会将进一步组织 法学会会员 法官律师等参与法治宣传与法律服务 为厦门建设最具安全感城市 法治中国的典范城市等提供智力支持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市总工会启动春联赠劳模万福送万家活动 为广大市民送去新春的祝福 在五一广场上 有我是书法名家亲笔书写的福字作品 格外引人注意 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将这些作品赠送给 我是30名劳模代表 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40位书法名家还在现场辉豪为市民写春联 跟书家沟通 然后写一个比较各样的那种 跟人家不一样的那种春联 这种春联可以每一年都可以挂 我都在这边等了一个多小时的 家里面都会贴福字啊 还有一些这种春联都会贴 比较喜气嘛 据了解春节前市总工会和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 以新时代新春联为主题的 宋万福进万家书法名家宋福写春联系列活动 春联赠劳模万福送万家活动 是这个系列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市委常委是总工会主席倪超参加活动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2018年温暖宋百家真情暖桥新 新春慰问活动启动 桥连组织和桥界爱心人士 为桥界困难户送来了关怀 活动现场 市桥连 市慈善总会 市海思慈善会 以及桥商 共同为37户桥界困难户代表 发放了每户1000元的新春慰问金 并向20户患重病的特困桥界家庭 发放了每户5000元的资助金 我身体不好 两个器官界都手术了 又有心脏病 都为他们很关心 感谢桥连办了这个 温暖送白家 真情暖桥新 我感到很好 感谢桥 感谢桥连 像我妹妹 去年我们桥连也是 给我们慰问了5000块 今年又是5000块 这个很感激 我妹妹就是说 病很重 没有办法参加 所以很感激 我们桥连的关心支持 接下来的两周 市桥连还将分批走进 我市各区 入户走访慰问桥界困难户 今年的活动 预计将发放超过 24万元的新春慰问金 汇集我市桥界 近200户困难群众 本台记者报道 为贯彻落实 昨天召开的 全国安全生产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今天上午 我是召开 全市重大安全风险 隐患排查 政治工作部署会 会议就 我市安全生产工作 及重大安全风险 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进行部署 根据任务分关安排 从即日起 市安监局 市交通运输局 厦门港口管理局 市旅发委等20个部门 将开展全市春节前 查风险 致隐患 防事故 重大安全风险 隐患排查 对排查出的风险点 危险源 进行分类梳理 将风险 由高到低 依次划分为 红 橙 黄 蓝 四个等级 对不同级别的安全点 进行差异化管控 加大重大级安全风险点 监督管理频率和力度 此外 我是还将根据去年发布的 厦门市加强 重大风险管控 遏制重特大生产 安全事故整体方案 制定源头管控机制和措施 争取到2018年底 相关高危行业领域 安全风险辨识标准规范 管控制度基本完善 重大安全风险管控平台 基本建成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吉美区接牌成立 全市首个住区合掌办检查室 来推进区域水体 治理管护工作的监督落实 现场 吉美区人民检察院 吉美区合掌制办公室 举行合作文件会签 定为全市首个住区合掌办检查室 接牌 未来 依托住区合掌办检查室 这个平台 吉美区将进一步顺畅 行政执法 刑事司法的良法衔接 在发现问题上 为群众开辟绿色通道 及时把握全区 涉水生态违法犯罪的发展动态 在治理时 通过建立联席会议 联合督办 信息共享等机制 强化环境公益诉讼 及时遏制 破坏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切实为厦门国家级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提供司法保障 涉及破坏水生态环境外面 如果是构成犯罪的 刑事犯罪的 必须一众司法机关 那么我们就是监督这个期间 他们是不是 就是有案不一 有案不送的问题 这个就是行政之法 刑事实法的宣解 社区里面我们有建立了 这个网格员的这方面 像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的 这么一个微信平台 第一时间就可以将这个问题 在微信上面推送 我们第一时间掌握 这个就是一个绿色通道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厦门机场检验检疫局 从一名来自泰国曼谷的 旅客行李中 截获大量花卉蜘蛛 这批被截获的植株 种类繁杂 包括了花叶万年青 彩叶万年青 沙漠玫瑰 孔雀竹域 松叶牡丹等十几个品种 而且都带有新鲜土壤 有机花肥等栽培介质 这也是厦门机场口岸 近年来截获品种最多的一次 经了解 该女子称 携带入境的植株 是计划做盆栽使用的 由于当事人 未能提供官方植物检疫证书 以及相关检验检疫审批手续 工作人员依法将该批植株 截留送检 主要是因为带土植株 可能携带危险性病菌 害虫 及其他检疫性有害生物 如我局曾在 入境旅客携带的种球中 全国首次检出 朱鼎红花叶病毒 该病毒能导致 技术植物严重减产 检验检疫局提醒广大旅客 在入境前提前了解 我国相关法律及规定 避免触犯法律享受顺心的旅程 本台记者报道 我是2017年度 电梯围保质量信用等级 评定结果出炉 全市七成电梯围保单位 信用等级优良 值得一提的是 连续两年平地级将被强制推市 治监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 我实现有电梯 围保单位78家 其中本地围保机构59家 外地住下机构59家 此次纳入围保质量信用等级 评定的单位有76家 不含两家未开展围保业务的单位 经综合评定 围保质量信用等级 获平A级的有19家单位 36家单位获平B级 16家获平C级 有5家被评定为D级 对年度电梯 围保质量信用等级 评定为A级B级的维保单位 治监部门将在项目招投标 融资和平有表彰等方面 给予倾斜等激励措施 连续两年平D级将被强制推市 目前治监部门正在加紧开发完善 厦门市电梯监督管理查询系统 今年将正式上线 今后市民有望通过手机APP 实现对全市电梯使用单位 维保单位 检验投诉举报等信息的查询 本台记者报道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请关注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 微信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会 再会